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因为如此开启了他想要将传统老饼店传承下去的念头 老板甚至向岳父岳母提出了一份十年有成的计划 就是要把这一份美味带到大城市来跟大家分享 创立于清光旭26年的满伏鸡饼铺 延续了传统的制饼精神 把人与人的知谱化为美满幸福的力量 因此有了满伏堂的名称 知道了第四代老板陈东义 决定把这份幸福的滋味带到大城市来 让这份温暖传遍各地 甚至还写了一份十年有成计划 希望把传统老饼铺的甜蜜滋味发扬光大 那这么好吃的饼为什么不到都市去把它发扬光大 对 那于是我在这方面的话 我筹划了这个计划报告 就是叫做写十年有成 我想来台北十年看看 看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机会 把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高饼文化 把它发扬光大 能够接得住国际舞台 那身边可以展露我们台湾的一些 食材的特色 从小就看着爸妈做饼长大的老板娘 程晓慧 被老公的身体力行所感动 也认为家里的饼口味既然如此特别 为何不把它带上台北 把好东西跟大家分享 当年的那个年代有想到说 自己家里的饼这么好吃 然后没有在这种国际舞台的城市 发挥的话很可惜 那既然我先生也提到了 那其实我义无反顾的 毅然决然我也就支持他 也就说好吧 那我们就开 擀面 卷面 老师傅们专注的眼神 几位跟了老板十几年的师傅 正在做的是以台湾土凤梨 及官庙凤梨21号黄金凤梨 两种不同品种熬制的凤梨内馅 用了这一味才能包裹面皮 送入烤箱烘烤 成为店内的人气商品 也是曾经荣获第四届凤梨书大赛金创奖 拥有黄金果肉的金黄凤梨书 基本上我们选用的是 台南官庙将军山的凤梨 它有所谓的一个黄金凤梨 跟土凤梨的品种 我们现在煮的是黄金凤梨 因为它呈现出来的那个质感 它的纤维比较细致 那土凤梨的纤维就比较稍微 比较粗多一点 那黄金凤梨的纤 它的纤维就比较少一点 但是那纤维比较细致 选用台湾本土在地的食材 了解每一样食材的特性 老板陈东一说 要做出幸福的滋味 其实不需要过多的添加物 只要用心还有自然的手法 就能呈现出最天然的美味 因为现在的人比较没有 像以前那么的劳动 那你要吃又怕胖又怕甜 所以我们把它以养生为出发点 那所谓的养生 以我们的概念养生都不好吃 其实大错特错 那我们只要选择对的食材 那顶级的食材 好的食材 不用添加太多的糖分 一些成分在里面 自然可以呈现出那个自然的风貌 那一头仔细秤凉过筛面粉 接着把黄金色泽的蛋液 与砂糖融合打到发泡 最后把两种面糊混合搅拌均匀 每个步骤细节都不能马虎 师傅正在做的是饼铺里的创新商品 融合了自然养生健康 三大元素的豆浆糕 这可是店内近期的明星商品 所有做古早味 没有办法走出去 所以我们是养生为出发点 养生活力古早味 所以养生为第一优先 所以我们的豆浆糕 我们就跳脱那个思考 就是很多人都怕胖不敢吃 甚至有高血压的 所以我们都跟客人讲 就是血糖高血压高 长不高的人都可以吃豆浆糕 传承了老一辈灌输的经营则学 开店出了要用良心制作每一块饼 在坚持传统的理念上 还要结合养生活力的元素 两夫妻靠着最自然的味道 把老饼铺的精神散播出去 精神就是良心坚持 然后守成 然后对顾客的诚心诚意 这个是我们的忠实 跟我们的一直以来 包括未来都是一定要坚持走下去的一个路 跟我们的精神保持这样子 靠着成一代人的想法 老板陈东义 发挥了过去海军陆战队的精神 不怕苦不怕难 凭着一股毅力 让老饼铺的好味道得以延续 这股精神让饼铺第五代 成家洪无声受感动 就读餐饮科系的他 未来希望投入传承行列 计划到国外学习 把经验带回台湾 让百年饼铺的好滋味 代代延续下去 就是他们现在可以慢慢的 就是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放手 然后就是我们会帮他们 承担一些事情 或者是帮他们交代一些事情 对啊就是能多会 能多为公司付出点什么 就多做什么这样子 一间用凤茶的心经营的饼铺 老板娘陈小慧和老板陈东义 以不忘本的理念 透过身体的实践 用最好的原料把心交给顾客 让顾客感受到真诚的滋味 希望让饼铺走向国际 让每位来店里的顾客 感受到用生命做饼的幸福滋味 用凤茶的心 来凤我们的心 给客人品尝到我们家的好茶 跟好吃的 那个用生命做出来的饼 煮酿汤圆你一定有听过 甚至也吃过 接下来我们要带你来到 重庆南路的旗楼下 一个来自内地的口味 金户酒酿饼你有听过吗 一个小小的餐车 在台湾如何一卖就超过一甲子 而且传承三代皆为女性 这就是违和 跟着我们脚步来品尝 酒酿饼的故宗滋味 一个芝麻还是要绿豆 一个绿豆 好 平日午后重庆南路的旗楼上 来来往往的客人 都是为了这摊酒酿饼停下脚步 每一块饼圆形的 樸实外观没什么特别 却让人吃过后 再也无法忘记它的滋味 摊商用自制酒酿与老面调和 让饼越嚼越香 也嚼出健康 因此回留客不曾停歇 一卖就超过一夹子 老面吃起来是比较健康 那一般如果说有的面 欧式面包几乎都是用老面的 那如果说一般的面包 有的可能是用那个八本 那肠胃敏感的人 比较吃了会脏气胃酸的问题 陈慧珍是金户酒酿饼第三代接班人 传承奶奶与妈妈的好手艺 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工作 一方面采自然发酵法 用时间让老面和酒酿结合在一起 另一方面坚持真材实料 自己制作酒酿饼中的馅料 而十一点半营业时间一到 并开始在摊位上大展身手 Q弹的饼皮包上满满的馅料 放入烤箱中 十几分钟后 酒香四溢的饼出炉了 所有口味中 卖最好的肥原味和红豆莫属 随着时代变迁 口味不断增加 除了原先的红豆和原味外 现在还有绿豆沙 芝麻花生和菜脯豆干 而价钱也从五毛钱变成三十元 似乎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但唯一没变的是酒酿饼的滋味 和那一份传承好味道的坚持 现在像做这个传统的 很少人做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用速成的 我们做这个就是标板 就是传承我爸爸的那个 下来做的 她是慧珍的妈妈 也是酒酿饼的第二代接班人 当初父亲从大陆金户地区 将这个独门滋味带回台湾 后来父亲过世后 他临为寿命回去帮妈妈一同挑起家计 一开始是我外婆在做 跟外公在做 然后后来是外公有过世了 那他有托梦 就是跟阿嬷讲说 叫妈妈回来接管 那妈妈也是家里的老大 然后也是看外婆很累 我也是因为看妈妈这样子 长期下来也都早出晚归 也看她很累 那我后来就是辞掉 精品店的工作 然后回来帮忙 妈妈就阿嬷她就妈妈 源自一份对母亲的不舍之情 让她辞去工作回到家中帮忙 但起初接手生意并不是太理想 好显过去的行销经验派上了用场 其实一开始接的时候 其实生意也是不是很好啦 那因为我都会 你要看到我的摊子 就觉得花花绿绿的 这就是我自己去用的 就是尽量吸引人注目 那东西因为我们烤 我们东西是现做现烤 在烤的过程我们会有一个酒娘的香气 会吸引你 那这种的香不是香精的香 闻的会腻 这种香就是很自然的香味跟老面的香气 那客人就会闻香下马来买一个 除了用洗目的方式招揽现场来来去去的民众目光之外 也善用网路资源 结合部落格和联书 让酒娘饼被更多人知道 甚至扩大经营模式 开放网路或电话订购 一次将顾客的触及率 从摊位周边延伸到更多地方 因为我主要是要让客人知道我们的资讯 就是我们卖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让客人知道说我们有包什么线 然后让客人知道我们的一些 譬如有活动或什么的话 都会在电脑那边卖格 现在是有FB也有官网的 就是透游官网跟FB来散发我们的消息 脸书即时更新最新资讯 也吸引年轻族群 另外借由活动汇聚人气 像近期推出环保贷做爱心 只要花十元购买环保贷 就能帮助毛小孩 还能多送一个酒酿饼 因为我们东西是现做现烤的 所以会有热气 那你用环保袋的话 一来没有水蒸气 二来也环保可以重复食用 惠珍各式各样创新的想法 让今户酒酿饼的未来 有更多发展的可能 而从他们的故事中我发现 原来就是那份对母亲的孝心 以及对顾客的承诺 才让这个摊位得以传承一夹子 如今依然一离不遥 我想对他们来说 只要有一个人还记得 酒酿饼的滋味 那就还有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 有的都是回到国 住在国外也是会回来再买 就有人说说还吃得到我们的饼 就是有一点都说 这个老东西我们还有气息传承这样子 有时候可以回复说 很贴心我们还在为他们做做 所以我们如果不做的话 他们就几乎吃不到这样 主要也是靠阿嬷的坚持 因为坚持了这份好味道 那再加上妈妈的耐性韧性 她几乎是一天 就是一年365天没休息 让站下来让客人知道这个好味道 那我是透由我的行销 让大家更知道说这个一个健康的酒酿饼 谢谢 谢谢 谢谢喔 一个吗 对 菜包的吗 对 这个很烫喔 小心 打一下子都干 要得 好 谢谢 没有华丽的词汇 每一句谢谢都是和客人的自然互动 没有好看的形状也没有过多的包装 只有一种你吃过后 就再也无法忘记的酒酿滋味 这是陈济金户酒酿饼